欢迎你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来给你们做一期视频的主题呢 是iPad Pro的测评以及一些实用心得的分享 作为一个电脑白痴的我出的这期视频 我真的非常的忐忑 因为我不相信自己可以很好的给你们介绍一样电子产品 但是因为很多小伙伴想看 所以呢我就是这个视频 我就录了这么一个极其不专业的测评 希望可以对你们有一点点帮助 视频的第一个部分呢 我会介绍一下我这次购买的一些配件 像键盘呢还有iPro Pencil 然后告诉你们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接下来呢会跟你们说一下 新升级的iOS11里面有哪些使用的小技巧 还有一些新的功能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软件的推荐 就是我在iPad Pro上面常用的一些记笔记的软件 我最近用下来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之前也有用过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些软件在iPad Pro上面的效果体现的更好一些 所以呢就在这里来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些软件的使用方法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呢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这台平板的配置 我买的是2017年新出的12.9英寸 256个G 然后呢iPad的颜色是深灰色的这么一个配置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屏幕 其实跟我的这个MacBook Pro的这个13英寸的这个屏幕是基本上一模一样大的 为什么我这一个平板电脑还要买这么大的呢 其实我本来买它我没有图一个便携的功能 平时上课如果我带电脑的话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用手写笔记的人 我觉得那样子更能记得清楚一些就是加深我的记忆 所以我如果带一个电脑我还会要带一些笔记本之类的去学校 就单独这样一个iPad的重量跟我之前书包的重量比起来真的要轻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对我的眼睛更好就是舒适度更高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于这样子大屏幕的 当然我觉得它那个更小一个size十点几英寸的那个我觉得也是够大的了 看个人的需要你们可以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屏幕大小 接下来呢就来介绍一下第一个配件 就是这一支笔Apple Pencil 我觉得如果你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平板电脑的话 建议你一定要去买一下苹果 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Apple Pencil 因为我之前自己有买那种电容笔嘛 我觉得这个Apple Pencil使用起来的感受真的要比那些电容笔要好很多 它是有这种重感设计的 就是它的笔尾会比较重一些 然后你把笔拿在手上写起来就非常的舒适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就是你把后面这个笔帽打开 然后在这个USB充电的这个插口把笔插进去 充15秒钟就可以供这支笔使用半个小时 就其实真的是非常方便 你在上课假说笔突然没电了的话 直接在电脑上充一下就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短的 所以完全不会影响到你上课的进程之类的 而且用这个笔在电脑屏幕上写起来的感觉 跟你在纸上写起来的感觉 真的是我觉得可以做到90%的相似程度 就没有以前用那种电容笔在电脑屏幕上写出来那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等一下我也会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笔在屏幕上写字写出来的效果 当然我觉得这个笔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实在是有一点贵 因为要100美金的样子 但是如果我觉得能好好使用的话呢还是物超所值的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这个Logitech的键盘 它这一个键盘呢包括后面这个保护壳跟下面的这个键盘 键盘是可以这样子拆开来的 感觉就像那个吸铁石一样 就是iPad下面有一个那样子的吸铁 然后那个可以跟这个屏幕上面的直接吸起来 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方便 先来给你们看一下键盘 为什么我没有买苹果自己的那个Smart Keyboard 而是我买了这一个键盘呢 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键盘的质感 就是像那种真实的键盘 你按下去是会有感觉 就是那种真实按键盘的感觉 因为我看了苹果的那个键盘 好像它是像布一样的那种 我觉得它可能键盘的触感没有这个这么好 这个键盘还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呢它最上面一排式一个快捷键的功能 就是可以调整音量大小屏幕亮度 以及那个左上角的那个按钮 你按一下它就会回到你的主屏幕 这个应该也算是Logitech键盘做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介绍完配件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iOS11这个最新的系统 有哪些新出的一些功能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这里 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工具栏 这个其实跟电脑很像 就是只有苹果电脑才会有的下面这样一个工具栏 这样做我觉得其实让iPad Pro更像一台电脑 接下来呢就来跟你们说一下它新出来的这个界面 就是你把这一个最下端这个往上稍微滑一下 然后呢就会出来一个这样子的界面 右上角这个呢是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设置 按住这个方框它就会变大 然后你就在这里面可以关掉蓝牙 接下来在下面这一个小方框是用来控制视频音乐的 你可以在这里调节音量大小还有快进之类的 下面这两个长方形的小条条其实是控制音量大小和屏幕亮度的 从这样子的改进可以看得出来 iPad Pro应该是会做的越来越像一台真正的电脑 接下来是一个和视频有关的一个功能 给你们推荐一下 这个虽然无关紧要 但是这个封城记 真的是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短剧 言归正传 这一个其实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视频 然后把它缩小到放到屏幕的这一个下方 然后可以直接在这一个界面上面播放 但是你同时你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聊微信啊之类的 当然我不推荐你们在学习的时候这样子做 这样子可能会影响注意力看电影之类 但是假如说你要做的事情是一个视频的review啊 或者是什么的话 你可以就把那个视频直接在这个屏幕的边上这样子播放 最后呢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你用这个苹果的笔在屏幕上稍微点一下 然后呢它就会跳到这个备忘录里面来 接下来呢你就不用解锁任何文件 都可以在这个备忘录上面来记笔记 我觉得这个功能对学生来说非常的有用 就是假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突然讲到一个重要的东西 你没有打开电脑 这样子马上一瞬间 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备忘录里面来吧 你想要记的东西记下来 与此同时其实你的电脑是没有解锁的 就是你还是不能进入到其他的一些功能里面去 另外假如说我随便在这一个iPad上面写下来几个数字 204678 然后呢我退出了之后进入到搜索界面 然后我输入这个我现在之前有记录下来的这个数字 204678 这个系统马上就会帮我搜索到 我在备忘录里面写下来这几个数字 就是其实说明了它的电脑是可以直接识别你的手写字体的 就是不用担心说你到时候找不到你之前笔记记下来的东西 最后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截屏功能 新的系统你截屏完之后呢 左下角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小方框 你点开来这个小方框之后呢 其实是你可以用这个苹果的笔在上面做一些笔记记号的 假如说你用一个笔在这儿画出来 你想要告诉别人说注意看这个东西 然后你把它画下来箭头 那左边的这一个是可以直接调节它的大小的 就是把它剪辑到你所需要的 剪切到你所需要的大小 这个图片就可以直接保存成为你自己编辑过的模式 然后你再把这个图片发给你的小伙伴啊 这样子的话就会更方便一些 接下来呢用苹果这个新的录屏功能 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iPad里面都有什么软件 在这个通知中心里面可以加入这个录屏模式 然后右下角这个你点一下 321就开始录制你的屏幕了 这个呢就是我平板电脑里面的所有软件 最下面的这些呢就是我最常会用到的一些软件 等一下会来一个一个给你们介绍 我把这些东西都分成了不同的分类 就是每一个种类的东西全部把它归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这样找起软件来也比较方便一些 首先呢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一个分类 这个分类里面呢其实都是一些记笔记的软件 但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用到 所以呢我就没有把它们拉到最下面 然后接下来呢就这些软件我就给你们先这样子过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我都下载了哪些软件 因为一个一个讲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来不及 这一个视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介绍软件 如果你们想看介绍我iPad里面有什么软件 或者是手机里面有什么软件的话 那记得就是在下面的评论留言告诉我 教育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这些电脑自己给我写上去的名字 里面就是一些TED的视频啊然后还有一些课涵 还有经济学人这些就是平时一些 用来学习的一些视频软件以及读书的软件 再下来呢是一些这个画画的 其实这个我还没有仔细来研究 这个就等我哪天研究好了再来跟你们分享吧 这次最主要其实是想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下面这些我常用的一些软件 首先呢是这个Pandu 这个呢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很可爱少女风的这么一个记事软件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都是你可以写下来你每天计划要做的事情 这个在手机上下载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如果要安排什么作业的话 我就会及时在这一个软件上面记录下来 我会习惯在标题上面写上日期 然后呢你就可以记录下来你要做的事情了 记录完了之后呢返回到主屏幕 这里就是你所有没有完成的事情 完成了之后呢你就点一下这个 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的 然后你往左滑的话呢就是你没有完成 往右滑呢就是你完成了这件事情 看上去就是非常的清楚自己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没做 接下来呢想给你们推荐的这个软件呢 是下面这个Notability 这个应该是我对比了这么多个写笔记的软件里面 我最最喜欢的一个 首先呢你们可以看到左边这里可以给你的课程分类 这些都是我买了iPad之后呢 用这个iPad Pro记录下来的一些每个课的笔记 其实现在iPad已经完全替代了我很多以前在纸质上 要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100 hours of study是我之前 给你们分享过的一个读书计划表 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弄到我的这一个Notability上面来 然后呢直接在这上面记录下来 我每天就是读书的时间之类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法吧 因为我就不用每天带着这种纸去学校 然后点开这一个文档就可以在上面写 接下来呢是一个这样子的Project Planning 就是我之前有推荐过的提前计划 你每天要读书的量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表 现在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呢是用这个上面的笔在上面写下来你要干什么 之前忘记介绍了 其实这一个壳的后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架子的 就是你可以调节它的这个角度 这样子打字或者是手写的话都会比较方便一些 为了方便录视频我就这样子立起来写 或者呢你也可以采用这样子打字的方式 其实我比较喜欢打字因为看上去更清楚一些 就是同样的把你要干的事情写下来 这样呢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iPad Pro上规划你的读书计划表啦 接下来呢这个表示其实是我在别人那里买的 所以这个我不方便把这一个文档发给大家 因为这个是别人的劳动成果 而且是收费的 我会把链接放到下面 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可以自己去买 它是一个daily planner 就是每天的一个计划 它分的也是比较详细的这种就是每天要干什么啊 然后吃了什么喝了几杯水 就非常的具体 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记录的一些每天要干的事情吧 这个算是记得比较丰富的一点 大概就是可以像这样子使用 你如果在iPad上面记录的话就其实完全都不用打印下来 这样每天也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一些 在记笔记或者是读书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用到这个分屏功能 你就首先先往上滑一下 然后呢再把这一个浏览器直接拉到右边 按住边缘这个标志就可以直接改变这两个屏幕之间的大小 如果你喜欢左边大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往右拉一点 这次更新还做到了三屏同时使用 就是你再开一个软件 然后把它拉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使用第三个软件 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平时用iPad Pro是如何读书的 先点开一个电子版的教材 然后呢把它拉到你要读的地方 我会把左边这一个变得比较大一些 因为右边就是用来查资料的 所以不需要那么清楚 这一个呢你可以直接选择你的荧光笔的颜色 这个荧光笔颜色我非常喜欢 因为都是比较淡的颜色 你们都知道我喜欢这种看上去比较舒服 没那么刺眼的荧光笔的颜色 这个荧光笔的大小也是你可以自己调整的 还有橡皮擦的功能 在你换完重点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自己在旁边写上你的批注 因为这个笔头设计的是就是比较尖的 所以它写出来的感觉就是 其实是跟你平时写字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它这个图图改改啊什么的 真的都很方便 平时上课呢如果老师会先把PPT放出来的话呢 我也会在PPT上直接手写或者是打字 要看就是需要哪一种模式的记笔记方式 因为有一些是我在网上查的资料啊什么的 就是一个定义 我就会直接把那个复制过来 就是像打字的形式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老师上课讲的一些话什么的 我就会自己在旁边写下来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写下来的话会更加深我的基因 另外呢你也可以自己新增一个就是空白的纸的界面 然后自己在上面写下来笔记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酷的功能是 我觉得每次用都感觉很爽的 就是假如说这里有一句话 然后你用这一个像一个剪切割的这种感觉吧 然后你把它画一圈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移动这一个这一句话的位置 可以把它放大然后缩小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你这个笔记写错位置 然后等一下要加东西没有地方加怎么办 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这种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电子笔记对我来说最方便的一个地方 然后它这个纸的颜色啊 还有模式你都可以自己改 我一般常用的就是这一个牛皮纸一样感觉的这个颜色 加上方格纸 其实这个蓝色也挺好看的 就有些人喜欢方格纸 有些人喜欢空白的 有些人喜欢线条 都是你可以自己在上面自己调整 然后选择你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最后这种老师发给我们在网上发出来的就是PDF模式的这种作业的话呢 我都会直接在这个iPad Pro上面写 写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需要打印交上去的嘛 我就直接在这个上面写 然后再打印再交就可以了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 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有我说的不太正确或者是不太专业的地方 还请大家见谅 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